15万左右的预算 深蓝SL03哪一款配置更推荐 24款深蓝SL03全系分为 增广式混动版和纯电版车型 给的细分配置还是挺多的 如果是家里的第一辆车 既要兼顾市区上下班 周末还想长途远交 那么我推荐你选择 知道价15.69万的200MAX增程版车型 目前还有不少终端优惠 因为相较于其他友商同价位的车型 深蓝SL03200MAX增程版车型 给到了CLTC供款下200公里的纯电续航 日常市区代步 这个纯电就能够用挺久的 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以跑到1200公里 长度出现也没有旅程焦虑 深蓝SL03是一款长度4820mm 轴距2900mm的中型尺寸轿轿车 空间尺寸部署雅阁天籁凯瑞 而且还有无边框的车门 配备了L2级的辅助驾驶 8155的车机芯片 以及一块有向日葵转角功能的 15.6英寸大屏幕 二周年黑金骑士版车型 甚至还给配上了前排的双风玻璃 杜比全景声音响 这个价格各以往只能买到一台丰田卡罗拉双琴 而现在一款尺寸堪比 凯瑞的混动中型满配轿车 都能给你妥妥拿下 纯电满车型 可以看到深蓝SL03 起步续航就给了530公里 说大家15.69万的就非常超值 搭载了宁德时代的电池组 具备530公里的纯电续航 还标配了L2级辅驾驶等等 这些智能化的配置 都是标配 所以说深蓝SL03 可以说是一款购车门槛比较低 而且入门配置就很有竞价比的车型 那么至于其他高配车型 就看自己的预算了